工具机工厂理工程师 忙进忙出紧盯仪器 确认运作正常 口罩国家队拼日产一千万片 六十条生产线 口罩机需求大增 背后仰赖的是工具机国家队 经济部部长沈荣经 工业局副局长杨志青 失查口罩机器厂 而站在一旁的就是艺人 殷琪老公张世玉 也投入国家队 殷琪脸书上写下 认真男人最帅气最有形 政府官员和想象中不一样 不是应该西装笔挺 坐在办公桌上吗 看见部长和工程师们 忙进忙出 帮忙搬货找零件 甚至席地吃便当 无比感动 他都没有办法就是休息 还是有很多事要做 所以我这能做 大概就只能帮他蹲蹲鸡汤 然后显经 让他就是精神会比较好 可以应付工作上的一切 其实主要也是基于社会责任 四个盟军都是不同公司的人 然后竟然可以组织起来 然后来完成这项任务 那我觉得这是 也是让我很感动的一件事情 一台口罩机器正常组装时间 要四到六个月 现在却短短一个月内 完成六十条生产线 三十家产业龙头 一天内组成五十人精英团队 包括工程师工资 加班费 时速等 无偿的付出 高达五百万元 毕竟隔行如隔山 前段时期是比较辛苦 因为这个不是很熟悉 那主要是还要沟通整合 然后先了解一下怎么组装 两年前一人因旗嫁给身价 十亿富商制造业老板张世玉 两人定居台中 这次碰上疫情 用专业投入国家队 引发网友大赞 我觉得我们身在台湾 真的很幸福 尤其是这个政府 这个速度真的是相当快 各工具厂纷纷投入支援 在这非常时期 各界团结一心 自动合体 成一支实力坚强的国家队 三内新闻我为主要红冲响 SNG小组台中报道